诶,大家好,班大帅,欢迎来到本家,欢迎关键一把杰克,据说这是小七在打,先知,佣兵,小女孩加空军 杰克的话是张皇挽留带遗形,这个也是之前小七在教我打杰克的时候的一套天赋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是比较适合就是什么呢 呃,大部分的一个地形的,特别是大图的话 这把杰克上来,小女孩这波直接飞走 压住先知,雾刃没有直接甩,先知这边一个进步翻翻下去 前期的对抗呢,先知这边如果说是带有飞轮的话,这个先知我觉得不会短 因为这个分段的穷者其实在先知杰克上面还是 毕竟杰克作为一个初始级的监管者,大家应该是都会溜了 所以说该躲的误刃都能躲掉,小七要打误刃呢,他得打那种非常刁砖的误刃 看一下这边,哎,非常极限的这种,要么就是贴边避重的这种,就是交互点压住避重的 先知第一刀吃中,就被遗形交过来张皇开技能的 好,这边板子拍掉,板子踹掉,遗形再回去 顶身的话这边已经好了,雾刃还有8秒钟,板子这边已经破的差不多了 先知这边的话差不多要顶这个鸟了 算得雾刃CD这么清楚吗? 雾刃好了,雾刃好了,一刀甩,啪 我不救人,完了 这刀雾刃没甩中,这刀雾刃,我刚才给大家讲 就是他需要打出非常极限的,非常刁砖的雾刃才行 这边的话是找到机会啊,打出了一个震慑 但是呢,这波震慑其实对于乘者来讲可以接受 为什么,先知这边鸟已经好,已经有的 不是,先知这边是有一只鸟的,傭兵先救一波,对吧 第二波是谁来救,第二波空军来救 枪加鸟打2-6打出来四人开门战 打不出来三人开门战 只要傭兵不吃双刀就可以 排到了,这把的话小鸡必须打一个双刀 必须打一个双刀,这边的话以穷者视角来看这个震慑 压压,走位,走位,再扭,震慑甩中 好的,这边,一个震慑跳过来 呃,如果说这刀打在傭兵上面的话呢 那先知这只鸟 哎呦,先知还吸出了一只鸟 一个弹板加速,往前,绕一圈 顶鸟开车 博命还没有结束 现在上不了车 误刃CD呢,这边已经好了 小气压住 一刀误刃飘过来,漂亮 这就是我刚给大家讲的刁砖型的误刃 呃,有一刀没打中的呢 就是极限型误刃 因为打这类求生者真的 你的误刃 但凡是那种中规中矩 平平淡淡的那种误刃 他们都会给你躲掉的 空军这波来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因为傭兵双短的密码机就不够 所以说空军这波即便是交枪 诶,刀打中的是实体吧 即便是交枪,保先知 然后先知开车 手里有遗形 杰克将先知击倒挂 非命码机 估计还是不够 先交枪再说 那开车能不能过河 这边先知开车 交遗形 诶,那这样的话感觉这个鸟 两只鸟浪费在手上面了吧 诶,没有 优兵过来掩护扛刀 呃,这里 鸟结束 想一穿二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小七这把不敢摊了 诶 好像还在摊 他是所有杰克里面 我看下来最喜欢打这个 误刃双刀的杰克玩家之一啊 现在的话空军的机子 佣兵的机子都在修 这把佣兵是一个交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针对这个佣兵会更好一点 这局其实质量很高 因为牵制前期的牵制很漂亮 呃,然后球士这边的救人环节呢 虽然说佣兵吃双刀 但这个双刀我觉得也是无可避免的 那刀误刃打中以后 杰克只要想追 漂亮这个飞轮 再拖再拖 小女孩附身佣兵 呃,空军这里的一个位置 如果被击倒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边的门就被杰克压住了 啊,这边的门就被杰克压住了 所以其实穷子现在的话 我觉得得得得得得 得去个人去贴门了 对,密码机点亮 但是离门还是有点远 23秒的移行 杰克击倒以后 门是开不了的 杰克击倒以后 有移行门是开不了的 所以说佣兵他得在中场卡一卡 至少在河的这个桥边啊 他不能直接跟着小女孩一起贴门 因为我觉得杰克这边 除非这波空军还不倒地 误刃倒了 倒了以后挂上交移行 往前赶排耳鸣 但是佣兵卡着呢 相对来讲是蛮强的 这个佣兵卡着呢 是蛮强的 门的话再点 有点远 好像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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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是传送的话直接可以 但是移行的话好像不行 移行的话来不及 再坐车过去也不行 来不及了 那么应该是一个平局 这局我觉得穷者这边稍微有点可惜 如果说 但是先知如果说不开车 好像那个地方两只鸟也不够把密码机修完 最终估计还是三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呢这把杰克应该输不了 给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